生物多样性公约共有196个缔约方 但我们注意到 有一个国家在签署该公约 近30年后仍未批准 且未宣布有批约的计划 那就是美国 有评论称 环境保护和大资本家利益有所冲突 美国并不愿意为了全球公共利益 而做出一些让步和牺牲 作为全球第一大国 美国的缺位对全球保护生物多样性 防止物种灭绝所做的努力造成了伤害 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在多个国际场合 呼吁各国团结 共同采取行动应对挑战 美方应尽早改变 参与国际事务时的公立做法 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切实从全球人民的福祉出发 以实际行动 取信于国际社会 美国际社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